皇帝 隋朝的阳姓 唐朝的李姓 宋朝的赵姓 明朝的朱姓 清朝的爱新觉罗 这些姓氏 往往有人成为了皇帝 在如今拥有该姓氏的人口诸多 但这并不代表着 如今姓氏很多的人口 在古代就有成为皇帝的情况 在如今 有一个人数已经达到了上亿的豪门姓氏 但是在华夏至少在纸面上 没有出现过成为皇帝的情况 这个姓氏就是张 那么这个姓氏 到底为何没有出现过皇帝 是否有一些根本原因 又或者说 是否有些古代的张姓者 无限趋近于成为皇帝 一 玉皇大帝姓张的说法 有一个比较迷信的说法 那就是玉皇大帝姓张 所以从尊重上神的角度去看 凡间姓张的人 就不能成为皇帝 这是对玉皇大帝的不敬 玉皇大帝的名号 大家都听过 就是天庭的主子 地位肯定要比凡间的皇帝 要高尚许多 第一个说法 玉皇大帝的元名 叫张友仁 在凡间最开始掌管着一个山寨 当时的天庭 因为缺少有掌管能力的角色 所以太白金星 也就开始了寻找天庭领导人的任务 张友仁虽然是山寨之王 但却是一个很有品德的角色 领导能力也非常出色 太白金星在初不了解到张友仁之后 认为张友仁是一个可造之才 所以就将其带到了天庭 在经过了极长时间的修炼之后 张友仁凭借出色的能力 最终成为了玉皇大帝 二 风神世界的说法 第二个说法来自于风神榜 前提条件是相同的 当时的天庭 因为缺少工作人员 作为圣 也就是风神宇宙最高阶层的浩天大帝 交给了作为仙 也就是比圣第一级的原始天尊一个任务 想办法扩充天庭的工作人员 天庭就像是一个办事机构 负责这个世界的运营工作 在里面待着的都是神 比仙第一级 可以理解为高级的打工仔 神需要干活 但是仙和圣则不需要 只需要快以人生 沉浸修炼就可以 为此原始天尊的产教 和通天教主的结教 导演了一场风神大战 人必须要死后 才能够成为神 那些在风神大战中死去的大人物 也就有了成为神的机会 而江子牙最为原始天尊的小弟 也有了给自己风神的机会 原本江子牙是将这个机会交给自己的 要将自己封为玉皇大帝 也就是天庭地掌管着 辛苦了这么久 拿到这个管理层的offer 貌似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封自己为玉皇大帝 场面上肯定要做足了 咱要一开始低调点 营造一种我不想当 但是大家都让我当 我才被迫成为玉皇大帝的环境 奈何江子牙遇到了一个茶子 他就是张友人 江子牙当时没有让人做玉皇大帝的位置 很多神就说了 这个玉皇大帝的位置 怎么就没有人当呢 江子牙一听 机会来了 表示这个位置自然是有人当的 张友人当时就出现了 表示 我就是有人啊 就这样 江子牙想要成为玉皇大帝的梦想 就这么破灭了 他也成为了封神大战 拥有最大功劳 却没有被封神的角色 江子牙留在了凡间 被周朝管理层赏了地 封了绝 也拥有了一定的权力 于是他表示 以后姓张的人 在凡间时绝对不能成为皇帝 更不能成为大王 当然 这仅仅是一个封建的说法 毕竟周朝在经历了东周 再到春秋战国之后 一直到了秦朝 才出现了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嬴政 那么华夏历史上 是否有张姓者 无限趋近于成为皇帝 又或者说 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了 但却当得不彻底呢 三 张姓皇帝张帮昌 南宋灭亡时 中原大帝可谓是哀号一片 汉人百姓人人自危 宋朝朝廷更是举国南迁 这则是宋朝两政交替的一个真空期 此事的张帮昌 原本是南宋时期的 少宰兼中书侍郎 在南宋还未破灭的时候 参与过和金人进行议和的商讨活动 然而当时的张帮昌谈崩了 被南宋朝廷贬了关 这实际上 就是南宋朝廷脑子 不太好用的地方 人家本身的目的 就是要打到你服帖 把你的地盘都拿下 此事议和 没有任何意义 割地赔款又如何 那些金人稀罕吗 他们的野心很大 远远不止送出的那些地盘 所以这也并不是张帮昌的问题 只能算是 当时身处内忧外患环境下的 南宋无能狂怒的行为罢了 南宋灭亡后 赵宋王室和诸多贵族 都被金人抓了 原本高高在上的他们 最终变成了奴隶 被残忍的折磨而死 当时的张帮昌 并没有被带走 是汴梁城内 为数不多幸存的官员 当时的宋朝臣民 还是有一定骨气的 认为宋朝不能灭 金人也认为 需要扶持一个傀儡皇帝 能帮助他们 维护和宋朝臣民之间的感情 毕竟之后 还需要他们为自己干活 最终 张帮昌因为能力 和职位高低的原因 成为了那个 被迫拥立上来的皇帝 张帮昌其实也知道 此时的自己成为了皇帝 没有任何实权 更是将屈辱的标签 定在了自己的头上 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可是一边是宋朝臣民的期待 一边是金国的逼迫 他无奈成为了这个皇帝 最终北宋建立后 北宋高层也为了自己的权力 将其处死 可怜的张帮昌 就这么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者 但他也算是一位皇帝 在位之时 国号为楚 被称之为为楚 至于他到底 算不上是一位皇帝 想必各位都有自己的看法 除了张姓 周姓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皇帝 周姓也拥有2400多万人口 为全国的第九大姓氏 但是周姓没出过皇帝的原因是 可以分析出来的 第一 周姓缺乏朝堂上的政治集团 了解周姓历史的人 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周姓家族中产生了很多军事家 以及文化领域的名人 但在政治上的人才 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人们通常能说出来的周姓名人 无非就是周伯 周亚夫 周瑜 周敦仪等人 而这些人很少有机会 可以在朝廷中培植势力 因此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不会太大 除非这个将军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是很遗憾 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一位周姓将军 既然周姓在朝堂上没有权臣 那么通过发动政变 夺取皇位的可能性也就不大 因此 在这条道路上 不会产生周姓皇帝 第二 周姓家族 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地方集团 自东周灭亡之后 周姓成员散落全国各地 尽管有几只比较出名的 像汝南周氏 卢江周氏 陈流周氏等等 但是他们只是地方上的一些小地主 并不是那些可以左右朝堂的大地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关隆贵族集团 西位 北周 隋 唐四朝君王 全部出自于这个地方 豪门贵族集团 可见 他们对朝堂的影响力有多大 但是周姓家族 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地方集团做后盾 因此 要想通过士族的支持来当上皇帝 也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 农民起义中 周姓成员只起到辅助作用 没有领导人产生 通过农民起义 夺取皇位的势力 比比皆是 汉高祖刘邦 明太祖朱元璋 无不是通过此法登上皇位的 但是反观周姓成员 在历朝农民起义中 他们起到将军的作用 并没有一位像朱元璋那样的 杰出领导人产生 比如说 在陈胜吴广大起义之中 周姓家族中有一位将领周文 也参加了起义军 他统帅大军 挥师西建 与秦军交战 但是他最高的官位 也只是做到将军 真正的领导权 还是掌握在陈胜吴广手中 后来周文被张含击败 农民起义失败 周姓族人就没有展露头角的机会了 所以说 通过农民起义 产生周姓领导人 进而涌现皇帝的这条道路 也失败了 纵观中国历史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周姓族人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几乎历朝历代 都有周姓子弟的参与 但是始终没有出现过 周姓族人当皇帝的事情 或许这也和周这个国号有关系吧 西周 东周在历史上统治的时间过长 可能苍天在冥冥之中 就已经注定了 周这个字更适合当国号 而不是当皇帝的姓氏吧 实际上 华夏有着诸多姓氏 能够成为皇上的姓氏 那是凤毛麟角